2017年东亚杯首轮较量 中国男足与老对手韩国队 在日本东京展开了精彩角逐 比赛开场仅8分钟 中国队率先在前场右侧形成攻势 无锡调整后送出的低平船中 在禁区内形成机会 首次代表国家队参赛的小将尾世豪 帮助中国队首开几路 落后的韩国队将阵型潜压 这次在中路通过流畅的地面配合找到机会 8号李明州送出分球后 高中风9号金信玉 在禁区湖顶的低射险些颁平比分 韩国队本场排出4-2-3-1阵型 两名中尉由中国球迷所熟悉的 张贤秀和全竞员搭档 比赛第11分钟 球队在前场完成征顶后 通过小范围配合撕开了中国队防线 最后由17号李在城助攻金信玉 推射攻门得手 两队随即也回到同一期跑进 韩国队逐渐控制比赛节奏 由于有身高1米97的高中风金信玉坐镇 他们不断地通过起高球的方式 将中国队防线施压 金信玉顺利地完成百度之后 投桃报李帮助17号李在城低射货门 韩国队转瞬之间便将比分反召 本场比赛 中国队主帅李皮 大胆启用了6名23岁以下的队员 首发有4名队员 还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 16号正争挑拨崔哲纯的防守后 中国队在禁区内形成机会 不过在对方的高强度防守之下 这次进攻最后未能对球门形成威胁 再次轮到韩国队在前场展开攻势 中国队的防线保持的较为紧凑 接连挡出了对方在禁区附近的两脚攻门 不过队长7号召去日随即的解围 险先样成大错 3号金珍珠顺势的大力攻门 惊出了门将严俊玲一身冷汗 上半场比赛 韩国队的控球率高达6成 张贤秀在中场完成出球后 3号金珍珠继续在左路参与进攻 8号李明州随即在禁区内闪开角度送出船中 17号李在城最后的针顶攻门再次形成威胁 随后 韩国队通过左侧角球机会再次迎来攻势 提球在中国队门前形成一片混战 最后 9号金信玉完成的转身攻门高出了门框范围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一分钟之后 韩国队在后场化解了中国队的高位逼强 随即通过精准的转移球在右侧获得进攻机会 局部形成五打五的局面 17号李在城在禁区附近的控球显得非常自信 观察之后将球分至金信于脚下 后者完成侧应后 球队在左侧形成船中机会 提球最后被21号邓韩文碰出底线 19号连击勋随即开出右侧脚球 提球在前点经过针顶之后 韩国队队员通过对第二落点的控制形成攻门 好在门将严俊玲反应迅速 将球没收 上半场伤停50阶段 韩国队通过脚球解围后的二次进攻机会 继续展开攻势 16号郑佑荣送出45度斜船 19号连击勋接队由百度后形成的攻门 被门将严俊玲神勇化解 下半场一边再战 中国队加强了在中场的拼抢力度 邓韩文完成断球后侧动进攻 不过球队在前场的进攻人数寥寥无几 于大宝将球横敲之后 中国队已经失去了最佳的进攻时机 好在对方的16号郑佑荣在防守中犯规 送给了我们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 左后卫16号正争完成的直接攻门 效果不太理想 随后 韩国队继续通过队员之间的小范围传递 在右侧撕开了中国队的防线 2号崔哲纯送出的低平船中来到远端 3号金珍珠完成的高质量抽射 再次被门将严俊玲奋力扑出 紧接着 韩国队继续在前场寻找机会 本场比赛的场面充分反映了两队的实力差距 如果不是门将的出色发挥 比分恐怕早已被改写 比赛第61分钟 中国队通过一次流畅的传递配合 终于创造出一次绝佳的得分机会 邓韩文在右侧送出横敲 可惜队长7号赵旭日的包抄攻门 未能完全提振不稳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李皮在换上9号萧志的同时 也将阵型变为了352 这次的调整受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比赛第74分钟 中国队通过45度携传创造机会 9号萧志的积极争抢 造成了韩国队门前一片险情 仅仅一分钟之后 中国队又将进攻重心转移至左侧 整场被动的中国队获得了持续进攻的机会 左边一位李学鹏送出船中 中国队在禁区内形成两点包抄 最后由于大宝 投球破门将比分搬成2比2比 最终 凭借队员们出色的发挥 和主帅李皮的临场应变 中国队艰难地与亚洲净率韩国队 2比2握手言和 打酷地链 打酷地会